句子改写这个单元要介绍是动词时态的配合 首先第一个观念我们要了解 中文没有动词时态 中文的时间是由负词 时间负词来带动的 但是英文除了时间负词之外 还有动词时态要跟着变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台湾的学生 在动词时态这个地方很难学好 就是英文两边同时要变化 这个观念要记住 第二个有一些固定的写法 要特别注意 像for加一段时间 或者是since加过去的时间 这是自从这个负表是已经多久了 这种固定的语法 它要配合现在完成时 表示持续到现在已经有多久了 这两个重点是比较重要的 老师提醒同学要注意这个概念 现在我们开始练习 Susan made delicious birthday cake last week 你看动词过去时 它的副词紧接的就是过去时 last week 所以英文是时态 时间过去时 动词也是用过去时 两边都要配合 Susan呢 会做这些美味的生日蛋糕 上礼拜做了很棒的生日蛋糕 现在要请同学改写 改写成now 这个now是指现在 它时间副词是现在 所以我们的动词也要跟着改 now是配合 现在进行是 Susan现在正在做美味的生日蛋糕 好 我们把答案给它完成吧 这个 现在进行是这样子 Susan B字 make it 然后就照抄了 delicious birthday day cake 加now 这就是中间的答案 变成了现在进行是 第二题 Jim's parents live in the countryside 这是一般是 现在是 live Jim的双亲 住在乡下 现在我们用 for a long time 一段时间 老师讲过了 只要后面有一段时间 时间副词表 一段时间 for a long time 那么 它的动词 就要配合 现在完成时 这个难度很高 要特别了解 现在我们把答案完成吧 day Jim's parents 我们 还是给它写下去 一样是用 Jim's parents 就不要改动它 Jim's parents 现在我们把中间的动词 时代改写一下 现在完成 因为后面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用现在完成 Jim's parents 后面则是两个人 所以我们要用 have live live in the country side OK 再来配 完成式 这样就正确了 再看第三题 I don't receive any email from Sue 我完全没有收到任何email 从 Sue那边收到她的email 这边 有限定 since she left 自从 she是指 这个Sue 离开之后 我一直都没有收到她email 好了 现在我们要看一看 since since加过去的时间 是从过去 那个时候 一直持续到现在 都没有收到email 所以我们要配合 现在完成式 现在我们就把 答案给它完成吧 没有收到 英文怎么写 这个是 第四题的 我们调回去 第三题 现在完成式 英文的写法 就是用 I heaven't 收到 要用完成式 received 要加ed I haven't received any 一样 email 再来 从哪里收到 from Sue 后面 再用 since she left 这个就是 中间的改变 改成 现在完成式 I haven't received any email from since she left 第四题 jake jake tests exercise in the gym everyday 捷克 运动 在健身房 运动 everyday 每天都在健身房 运动 好 每天 当然要配合 现在式 现在 请你改写 变成 用过去式 took 变成过去 了 变成 jake 昨天 在健身房 运动 转过去式 英文的写法 就要用 jake talk 这样就过去式了 exercise in the gym 后面 就是 昨天 这英文的改变 是 时间改变 动词时代 跟着改变 过去 这是 配合 yesterday 那 你everyday 要配合 现在 take 再看第五题 lily is eating popcorn and watching tv now lily现在正在 一面吃爆米发 一面在看电视 因为有now now是配合 现在进行的 所以你看 is eating is watching 配合 现在进行 现在请你改写 当我们拜访他的时候 拜访是什么 时间 过去 这个时候 我们这边 因为是过去 所以这边要改成 过去进行 改过去进行了 现在把答案给他完成吧 过去进行的写法是这样 lily was eating pop 空 然后照钞 and watching tv 什么时候 当我们去拜访他的时候 这是 现在进行 马上变成了过去进行 因为这里有一个过去式 被他限制住了 过去式 配过去进行式 was eating and watching and watching 这个就是 在英文里面 时间的转变 比较重要的一些概念 老师就帮同学讲解到这个地方 成功 然后 那